大家好,我現在想要來講解一下Password這個變數 Was not clear in the scope 這個問題是如何發生的以及解決方式 先看一下這個錯誤訊息的意思 指的意思是這個變數在這個範圍沒有被宣告 接下來看一下這個變數,它原本是在哪邊宣告的 看到它被宣告在這個乙古條件判斷室裡面 既然如此,就搬離開這個條件判斷室的迴圈 然後再執行一次 就解決這個錯誤訊息了 好,影片到這裡,謝謝